午安9點鐘 讓我們一起來看世界 大家好 我是彭聚 今天一開始我們先來關心到 是馬上就要登場的拜習會 不過現在到底時間還有地點各界 其實都還是物理寬花 因為包括中國大陸 還沒有正式的對外表態 但是美國已經對外的洩漏風聲 我們先來看到可能的時間點 現在這個拜習會 外國媒體就是日本媒體就說 其實就在11月15號登場 11月15號就是APEC舊金山峰會的第一天 所以很有可能就選在這一天 拜習兩個人會正式的來碰面 而且其實現在大家也都打上一個大問號 為什麼 因為針對這件事的時間點 其實中國大陸的官方 還是沒有正式的對外表態 不過我們來看到 其實這一次非常特別 因為上一次的拜習會 是在什麼時候呢 剛好這麼巧就是在這一次的峰會 可能見面的時間點的一年之前 就是在2022年的11月14號 當時是G20的場合上 在巴黎島拜習兩個見面了 而且談了三個小時多 看起來談得非常開心 但是最終其實一年過去了 似乎雙方的這個關係 雖然看起來是有稍稍融兵 但基本上都還是在一個競爭的態勢底下 當時有很多的專家就認為說 現在美中關係在當時見完之後 的確走出谷底 但大架構是沒有變的 因為雙方都還是處於在一個 零和跟博弈的一個架構底下 當然其實美中關係要緩和還是蠻難 不過這一次到底要談什麼 包括在競爭嘉義之後 這是APEC的第一次會談 大陸的外交部目前還沒有對外證實 我們剛剛一再強調這件事 但這一次的見面就代表 中美關係有辦法止疊回穩嗎 恐怕也是要打上一個大問號 跟這個日期一樣 因為美國媒體說 其實有可能恢復軍事溝通 因為軍事溝通 目前都還是中美關係 比較硬的一塊 可以說是鐵板一塊 目前都沒有得談的 而美國學者就說 其實目前看起來還是很難帶來改變 因為大架構來說 他們主要的關鍵議題 都還是非常難找到一個共同的利益點 那這一次的拜習會有可能會談什麼呢 包括美中競爭還有俄物戰爭 都有可能是會在討論的議題之內 當然最新發生的尾巴衝突 尾巴戰火也都是可能討論的議題 但最重要對台的關係 還有對台的政策跟態度 恐怕也是雙方必須要來交鋒的 一個重要議題 但現在隨時的拜習會 馬上就要登場 大家開始慢慢的目光 再從尾巴的戰火上 轉到亞太地區 像星期三 在日本閉幕的G7外長會議 中國議題還有印太安全 就是討論當中的重中之重 在烏爾與加薩局勢持續緊張 並影響全球下 G7輪值主席國日本 即四月的長野外長會之後 週爾再與東京召開G7外長會議 重點討論尾巴烏二以及中國威脅 為期兩天的討論 除了七國與歐盟外長當面會談之外 烏克蘭與中亞五國的外長也透過視訊參與 會上重申對烏克蘭的堅定支持 一致力挺烏克蘭的同時 G7各國在加下衝突上 卻因為利益考量不同而出現雜音 也讓會議所達成的G7外長聲明 雖然是以色列與哈馬斯衝突爆發一個月以來 G7的第二份聯合聲明 卻難以向應對烏惡局勢一般展現明確強硬姿態 至於印太安全議題 相關國家的共識合作又再度凝聚 包括週二在東京舉行的日本與英國外長 房長2加2會議 雙方發表的聯合聲明中 不但對東海與南海局勢表達嚴重關切 共同反對單方面改變現狀 更確認日英兩國將加強安全領域合作 包括英國將在2025年派出航母打擊群腹太平洋 與日方共同維護自由開放的印太 這種把關注焦點由深具爭議 而且利益難以一致的中東 挪回更容易凝聚共識的太平洋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在結束中東訪問之後 馬不停蹄地來到日本與首相岸田文雄會面 同時和日本外相展開雙邊會談 週三G7外長會結束後更立刻轉往南韓 就北韓與中俄緊密連結影響朝鮮半島局勢 與韓方磋商並進一步加強美韓合作 這種對亞太地區的提升關注 與接下來將登場的APEC有高度關聯 日本媒體週三引述美國官員說法 指習近平下週將親自前往舊金山 並在11月15日APEC開幕當天與美國總統拜登 展開面對面會晤 屆時將是兩人相隔一年之後首次當面對談 這讓整場APEC還沒登場 就已經成為各方關注焦點 北京當前持續透過民間交流 醞釀中美友好氣氛 包括邀請美國費城交響樂團 本週五晚間在北京與中國國家交響樂團 同台演出 紀念兩國音樂交流進入第50個年頭 美國芭蕾舞團也在相隔10年後 近期重返上海與北京演出 美中雙方週一還在華府 罕見地針對核武管控展開會談 美方派出負責軍控事務的國務院助理國務卿史都華 中方則派出外交部軍控司司長孫曉波 會後美方雖然坦言中方並未提供實質回應 但認為這場兩國史上首次針對核武的討論 本身就具建設性 再加上中方主管財經的副總理何立峰 週三已經赴美展開五天訪問 兩國平凡的高層次互動釋放出積極信號 如果說這樣一個良好的試圖得以保持 為未來一段時間中美關係的健康穩定發展 會注入到強大的動力 但多位美國議員認為高層頻繁對話 並不意味兩國關係回暖 也不代表美國對中國的信有政策將有所改變 甚至呼籲拜登政府應該把人權議題 列為拜習會優先討論事項 這也為即將在舊金山登場的拜習會 帶來期待之外的另一種聲音 TVBS新聞綜合報導 再來我們持續來關心到 就是以哈衝突了 現在對以色列的國防軍來說 破壞地道絕對是他們任務當中的重中之重 而現在他們也對外聲稱說 已經毀掉哈馬斯130個地道竖井 其實地道竖井本身其實就是哈馬斯 用來進出的一個非常重要的關鍵 他們也很常在竖井突然出現 然後就對著以色列的國防軍來進行攻擊 而現在根據這個衛報的報導說 以色列聲稱展開地面行動以來 已經摧毀了在加薩地區總共130座的地道竖井 大家從畫面上也可以看到 這個竖井也都是被推圖積壓來進行破壞 這是在社情網站X上面 所曝露出來的照片 而以色列國防軍的發言人也對外說明 這個摧毀敵人武器還有定位 炸毀地道竖井 絕對是他們任務非常重要的一塊 而且他們現在要持續的發掘 其他的地道的系統 並且把它來進行摧毀 而且他們也說根據這個當中的飲用水分析 還有氧氣的補給的分析 估計哈馬斯預計要藏在地道很長的一段時間 透過破壞豎井 或許就可以把這些哈馬斯的成員 給逼出地道之外 這也變成以色列軍隊現在非常重要的進攻關節 遠距離引爆又摧毀了一個哈馬斯地道出入口 加塞地道王秘密麻麻 以色列聲稱已經封住至少130條地道 但這只是其中很少的一部分 一邊從地面包圍加塞市 一邊炸斷地底通道 乙軍在廢墟之中繼續地毯式尋找哈馬斯蹤跡 我們要知道的動物 我們要進入更多 每次都要進入每個家 我們要注意自己的時間 就算士兵在地面 乙軍還是繼續空襲北加薩 西法醫院外 紅色火光伴隨爆炸巨響 靠近地中海的北加薩 下提難民營 更在周三遭到連環轟炸 農業之中往南逃 還得隨時抬頭注意飛彈 只是能撤離的人 已經算比較幸運的一群 從醫院到難民營 加薩宛如地獄景象 平民無處可逃 TVR新聞 綜合報導 在一巴衝突之後 美軍第二度的轟炸 敘利亞東部的軍火庫 在這個地點 就是伊朗革命衛隊儲存彈藥的地方 以色列與哈馬斯持續交火 各自的靠山 美國與伊朗也在交鋒 五角大廈宣布 美國再度派戰機攻擊敘利亞東部 一處軍火庫 過去一個月 駐敘利亞和伊拉克美軍基地幾乎天天遭攻擊 但美國措辭謹慎 不說這是空襲 是精準自衛打擊 避免局勢進一步升溫 而美國政壇 也因為中東動盪 隔閡加深 民主黨巴勒斯坦議眾議員 投票前 特萊布主張批評以色列政府 並非反猶太主義 白宮也表態說特萊布 高喊從河流到大海這句爭議口號 容易被認為支持反猶太主義 美國各地要求停火聲浪不斷 現在公開挺巴勒斯坦的眾議員 反遭國會表決譴責 TVBS新聞綜合報導 而現在俄羅斯也是大秀肌肉 這個軍事實力 像是俄羅斯的國防部 就對外宣稱說 他們的亞歷山大三世號核潛艦 是正式的試射狼牙棒飛彈 其實這個狼牙棒飛彈 它平均的射程是達到了8300千米 可以覆蓋整個美國 甚至在這個狼牙棒的飛彈上頭 可以搭載10枚的核彈頭 所以對美國的國土安全來說 絕對是個非常大的威脅 還有呢 現在俄羅斯開發的北風師神級的潛艦 核潛艦是繼颱風級之後 全球正位最重的核潛艦 而且也可以搭載160枚的核彈頭 所以說大家可以想像到威力是非常驚人 而現在大家也很擔心說 現在包括歐美地區還有在俄羅斯 有沒有可能再進入到新的 所謂的軍備競賽 對烏克蘭的戰爭進展受阻 俄羅斯多次發出核武威脅 讓全球提心吊膽 現在俄羅斯最新宣布 退出一九九零年簽署的 歐洲常規武裝力量條約 代表軍備類型和數量不再受約束 北約美國也暫停參與 而同一時間 大陸外交部軍控司司長孫小波 與美國助理國務卿史都華 在華府進行不擴散核武器條約 和相關內容磋商 在中美關係出現緩和跡象下 要確保核武使用不能失控 俄武戰爭陷入僵局 另一方面 辛吉的烏克蘭總統 澤倫斯基傳出正前換將 無預警解除特種作戰部隊司令職務 似乎印證烏克蘭高層不合的傳聞 或許是不滿西方世界 逐漸減少對烏克蘭的支持力道 澤倫斯基在接受外媒路透訪問時 竟語出驚人 表示若想終止地緣政治危機 最好的方法就是讓狗狗統治世界 TVBS新聞 楊晴波 戴遠麗綜合報導 為各位新聞化重點 記得一定要來參加直播